各位观众 这个鸡蓉树米羹呢 是广东菜里头的很有名的一道汤 那么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菜呢就很流行 那个时候的这个鸡蓉树米羹 鸡蓉呢因为绞在这个树米里面 所以看不见 后来也有餐馆呢 就把这个鸡呢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 叫鸡粒苏米羹 然后呢高鸡一点的酒席里面呢 就用了干贝或者用了鲍鱼 甚至也用了这个虾仁 那么苏米羹里面你放什么材料都会很好喝 而现在呢一般的苏米羹越来越简单 什么都不放 连这个快餐店都在卖这个玉米汤 玉米汤就是苏米羹 那么我今天呢还是把原始的 最早的这个鸡蓉苏米羹的做法呢 向您介绍 鸡蓉呢是用鸡的里鸡肉来打出来的 这个呢就是鸡的里鸡肉 我想你可能会看到鸡胸拿掉 里面呢就有两条 左面一条右面一条 如果是猪的话 我们叫它幽来吧 那么就是小里鸡 那么这个两条这个细细的 像个柳树的叶子 所以呢也有人叫它是柳肉 那么我们做鸡蓉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肉就用这个刀锋 这样子轻轻的刮 轻轻的刮 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呢就断掉了 所以呢这样子刮 刮下来的这个细细的 这个就是鸡蓉 这个就是鸡蓉 就这样子把它刮下来 那么刮下来以后放在碗里面 给它加一点水 把它调稀 或者是直接可以放蛋白 把它调稀 这个就是中国菜里面 常常所谓的鸡蓉什么什么 那么很名贵的菜 有很多都是用鸡蓉来做 因为它又滑又嫩 而且颜色是雪白的 很漂亮 好那样子刮好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细 你可以用刀背 来给它多打一打 那么这样子就放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呢就加一点水 或者是加一个蛋白 就把它这样子调开来 那么鸡蓉树泥根呢 就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搅好了的这个鸡蓉呢 就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鸡 这个树米 也就是玉米酱 这是玉米酱罐头的 罐头的玉米酱 现在台湾很多 也有进口的 也有本省自己出的 那么这个玉米酱呢 是不要太细 里面呢还看得见 一粒一粒的这个玉米的颗粒 这种的呢吃起来比较香 好了放进去以后呢 就好好的把它搅拌了 这样子搅拌起来 这样子就好 很简单 那么没有高汤的话 你要起一个油锅 起一个油锅呢 就是放很少的油 在这个油里面呢 你把这个葱和姜 放到锅里头去给它煎 去煎 煎得很香了以后呢 就给它淋一点酒 然后呢就把这个高汤 倒下去 好 这个是酒 这边就是高汤 你没有高汤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开水来做 那么这样子这个葱姜的这个工作就完了 就把它拿掉 然后呢等到它烧滚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刚才的这个 加了鸡蓉的这个玉米酱呢 就下锅了 同时呢要用盐来调味 要用盐来调味 好 这个马上就滚 那么还有就是说下锅的时候 为了让它不结块 你也可以把这个还没有滚的汤 稍微在这个里头给它调一调 让它稀一点 让它稀一点 稀一点下去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处理 好 就这样子给它下锅 好 下的时候要记得 要快一点把它搅拌 搅拌 不要让它撑一大块一大块的 这样子给它搅拌了 而且是一滚就好 这里呢是盐巴 这个汤呢就用盐来调味就好 那么等到它要滚了的时候呢 就要给它用太白粉水给它勾芡 也有的用玉米的粉 就空地撒起来给它勾芡 因为这个不是透明的 所以呢你用玉米的粉没有关系 如果想很透明很漂亮的 羹或者是汤 你就得用这个好的淀粉 好比说这个 马铃薯的淀粉 或者是绿豆的淀粉 笔记的淀粉都可以使这个汤呢 勾芡以后呢很透明的 好了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为了让它这个装起来以后呢 颜色漂亮 通常呢还要加一点这个火腿的丝 或者是火腿的绒 我们就把这个火腿呢切得很碎很碎的 火腿末 好 这样子已经滚了 滚了的时候呢就很小心地给它倒到这个碗里面 然后呢就把这个火腿末呢就撒在上面 就这样子简单就很好 那么在天气冷的时候呢 你记得这个淀粉放得多一点 让它丑一点 黏一点 夏天呢就这样子稀一点就会很好了 谢谢你的收看 但我们下一周统一时间再会